一人一马同乘一辆好车 在马路上飞奔 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 才会让他们如此着急 原来就在几分钟前 小马不顾生命危险 疯狂地追赶过往的车辆 眼看追逐无果后 小马绝望地发出阵阵哀号声 话说生命难路 必有缘故 司机小哥下车后 就跟随着小马来到不远处的荒野上 随即看到一匹深险泥潭的母马 原来小马不顾生命危险追逐车辆 竟是为救自己的妈妈 看到眼前的这一幕 小哥也深有感触 当即决定 无论如何也要救出小马的妈妈 深陷泥潭的母马 身上的肋骨清晰可见 由于长时间无法动弹 再加上阳光强烈的指考 此时的母马早已虚弱不堪 眼神中充满了绝望与无助 但看着人类的到来 却一下紧张起来 小哥尽力地表达着善意 随即拿来了面包 母马似乎看懂了小哥的善意 大口咀嚼着食物 历经了这么多天的痛苦和煎熬 终于在死亡的黑暗中 看到一束生命之光 随着食物的补给 母马渐渐恢复了体力 于是他们找来绳索 将绳索的一端 绑在母马的后肢上 另一弯一端绑在母马的脖子上 随着震耳欲聋的轰鸣声响起 将母马顺着拖拽的方向也外拉 奈何运移的吸力太大 第一次救援以失败告终 稍作调整过后 小哥继续尝试 但害怕拖拽的过程中 给母马带来二次伤害 只能一点一点的给油 母马也配合着向外挣扎 终于在他们的通力配合下 马妈妈挣脱了淤泥的束缚 被缓缓地拉了出来 为了防止悲剧再次重演 小哥不敢有半点松起 就这样走走停停 一点一点的发力 在这臭气熏天的淤泥里 艰难前行着 要是没有小哥的救助 这只母羊最终会困死在这个沼泽中 而看完视频点过小红心的人 若将好人好报 打在拼文区 也一定会实现自己的愿望 最终在大家的情形和理下 母马终于得救了 朋友们 不要不分于平庸 柔和的阳光才能给人温暖 低缓的道路才能通向更远 世界上最伟大的人 不是高高在上的商人 而是在平凡中 诸久不平凡的人 我们以后的日子里 顺风顺水 万事如意